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器材呢 其實是之前在牧師平台有上過的一個 蠻強檔的一個濾杯啦 因為一個濾杯能夠破100多萬 其實在咖啡裡面算是都不錯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小三濾杯 它真的很適合初學者來使用 或是說你對手法的要求沒有那麼高的人來說 小三濾杯是一個簡單療癒 而且容易好喝的濾杯 所以這類型的簡單型濾杯呢 學長蠻喜歡 也蠻鼓勵一些新手用用看的 因為咖啡嘛 畢竟是生活 我們除了練功很開心之外 好喝也很重要 簡單也很重要嘛 對不對 所以這次學長會介紹小三濾杯的主要原因 學長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種新的濾杯的形式呢 學長是蠻樂見其成的 因為傳統的追型濾杯 它有一些根本問題 它比較不容易被克服 我拿一個塑膠的 好 像傳統的追型濾杯 它是比較深V 深V 比較深V的形狀 所以等於說中間的粉塵很厚 那外圍的粉塵就比較薄 尤其越外圍越薄 它的內外的粉塵的厚度差異是很大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等於說我的布水 我的給水 中間深的地方必須要吃很多的水 外圍要吃比較少的水 這樣才會讓你吃水比較均勻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都是外圍薄的地方 吃了比較多的水 那其實就等於說是 你不該萃取的地方 你讓它大量萃取了齁 所以就容易讓你風味不好喝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因為呢 這種形狀的濾杯 它的下水的孔洞 就是這一個小孔洞 如果這邊塞住了以後呢 你就很容易流速變很慢 變很慢就出苦澀味 所以這就是這些 錐形濾杯它會比較麻煩的地方 也是大家必須要去克服的地方 那像小三濾杯呢 它其實就是試圖得利用形狀的方式 讓剛剛所說的這些問題 能夠被解決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解決 首先是這個形狀 因為它原本是一個深V 但是它往上翻了以後 我們發覺說正中間的點 它已經不是粉最多的地方了 反而是外面這一圈 這個圈圈呢 是粉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因為 它的圈圈的深度本身 內外的深度差異就沒那麼大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會發覺說 我就不需要這麼的刻意 在某一個地方給那麼多的水 你就可以讓大部分的粉呢 吃水比較正常一點 因為粉塵的薄度變比較薄 那粉塵薄說真的 比較容易平均的步到水 那第二部分是 我們發覺說 當我們的中間又突起 這個小三狀突起突起來了 我的粉就會均勻地散布在這一圈圈上 那我們要做的時候 沖煮的動作上面 只要一直不斷地在這個圈圈上面做沖煮 我們發覺說 就等於是把大部分的水給到最後的粉層上 所以它就很直覺 就比較不會有布粉 布到不對位置上面的這個問題 尤其是台灣人你知道嗎 大家都很喜歡繞圈圈 瘋狂繞圈圈 但是其實如果以這種濾杯來說 外圍的粉比較少的情況之下 你一直繞圈圈 大家覺得合理嗎 就外層的粉就很少 你一直把水給在外層 就說實在這個是未必那麼合理的 但是呢小三濾杯它的好處就是 它蠻直覺的就是 它的確實繞圈圈的時候的地方 它是粉最多的 所以呢 你一直到圈圈圈的情況之下 它的風味 卻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蠻符合消費者的直觀需求 這東西真的很重要 因為 你一個新的器材要簡單 是不是 你都不用看說明書 或是說你都 平直覺使用就可以用 這是最好 所以如果你都還有一些實用的教學的話 難度就會變得比較高 所以 這個小三濾杯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確實是很直覺的 OK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關於 它另外一個容錯率很高的地方在於是 它沒有一個固定的孔洞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過嘛 這種用濾紫的 其實這也是用濾紫的濾杯 它看起來是金屬濾網 但它其實 要使用濾紫的 這種 一個大孔洞的濾杯呢 當這個孔洞塞住的時候 你的流速就會變得很慢 那各位 尤其是可能用的是 比較入門的摩托機 細分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就更容易塞住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各位就知道 那個狀況很討厭嘛 如果你塞住了以後 你的味道就會變得很雜 或是很苦澀味 但是 小三濾杯呢 它把 固定孔洞的這個問題解決掉 因為它沒有固定孔洞 可以發覺說 它是用這種 金屬石刻的技術 然後在上面呢 我們刻了很多很多的小紋路 然後包括這邊也是刻了很多的小洞 這些透明的感覺起來是 像鏤空的紋路呢 它都會有落水的功能 就是跟這個孔洞的功能是一樣的 只是說 它是一個孔洞 它是無限多個超細的孔洞 那我們發覺啊 那這麼多孔洞 你就比較不會有一個地方塞住 就流速變得很緩慢的狀況 那即使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有細粉啊 但是因為呢 它的落水的位置很多 所以呢 就比較不會有塞住的問題 那如果你不塞住 就會發覺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如果你沒有塞住 你的整體的流速的 就會比較均勻 均勻的話呢 就可以讓你避免 因為 突然的流速煞車 突然的塞住 而導致的苦澀味 還有雜味齁 所以小洞律杯 在這一點上面的設計上面 其實蠻符合初學者的需求 可以減少你的不正常的萃取 都會讓消費者 在使用上面會發覺 原來這個濾杯 我好像我也不懂為什麼 但是好像沖著沖著 就覺得蠻好沖 而且蠻好喝的 那如果各位聽懂了 為什麼 它會長這樣的話 就會發覺說 原來我們可以在濾杯設計上面 多花點心思的話 就可以讓使用者 可以減少一些學習的成本 也是蠻棒的 然後呢 它是需要使用濾紙的喔 雖然它是一個金屬濾網 但它跟傳統金屬濾網 是不一樣的 它的孔洞 比傳統金屬濾網來的大得多 因為它要搭配濾紙 如果你直接下粉 然後不加濾紙 直接沖的話 你會發覺會有很多的粉渣 所以這是錯誤的使用方式 一定要使用濾紙 那一般來說 它是用02的濾紙 那有傳統是用這種濾紙 濾紙來摺 那學長會更鼓勵大家使用這個 不織布濾紙 不織布濾紙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不織布濾紙 非常非常的好摺 那濾紙呢 它比較不好摺 所以你在使用上面的便利器上面 不織布會贏非常非常的多 那第二部分是不織布呢 其實它的油脂的保存能力非常的好 那小三濾杯呢 因為風格上比較簡單 如果你能做出更多的油脂感 能夠萃取出來的話 你的風味的複雜度啊 你的風味的精緻度會更好 所以我會建議呢 如果各位可以的話呢 就用不織布濾紙 你無論是體驗上面 或風味上面都更佳 OK 那我們來簡單來示範一下 怎麼摺這個濾紙 那大家就知道為什麼 我會跟大家說 我們使用那個 不織布濾紙真的是便利很多了 OK 先這樣 那我們先用濾紙來示範 那濾紙就這樣 一樣前面先摺一個這個角角 把它摺回來 摺完以後呢 你就把它 像蓋帽子一樣這樣戴上去 讓它貼到底 然後呢 把這個中間往下推 然後推到 長一個尖尖的角 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 也是蠻快的 然後呢 要使用的時候把它翻過來 下去 壓平 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呢 因為濾紙一般來說 硬度會比較高嘛對不對 所以你它的服貼程度呢 就感覺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的爽快 那如果你是那種 對於那種平整 有一點點潔癖的人的話 你會覺得用濾紙有點討厭 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 最好的方案呢 還是使用布紙布濾紙 好 這個我們就放上面 好 那我們可以看布紙布濾紙 就是軟軟的對不對 然後呢放上去 然後呢也是一樣放進去 大家會發覺說 因為布紙布濾紙呢 它的硬度非常的軟 所以呢 它會很容易就可以塑形 OK 很漂亮 形狀非常的漂亮 然後把它摺起來 然後呢放回去 整個的感受度上面呢 會非常的好 非常的輕鬆 就可以做出一個漂亮的濾紙 那待會的時候 當然你還是要先過過水 因為布紙布濾紙比較軟 所以你過水的時候呢 就可以非常完整的 去服貼到你的濾杯上面 好 然後同時間呢 因為布紙布濾紙呢 用傳統的濾杯呢 它有時候會有點吃不到濾杯上面 會有一點點滑動的現象 但是配合小三濾杯的部分 因為它就沒有一個大孔洞 所以你會發覺說你的 服貼的效果呢 會非常的好 OK 可以看 整個會非常的服貼 非常的舒服 好 然後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小三濾杯的 摺濾紙的動作 所以很鼓勵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願意的話呢 可以使用布紙布濾紙 那最後呢 我再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小三濾杯的特色 就是關於它的 容錯率的部分 因為 我們就發覺說 這個濾杯 它已經減少了一些 困難點 剛才說的幾個點 所以呢 事實上來說 它比較不會有塞住的問題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 吃粉不均勻的問題 所以呢 你在 磨豆機的 容錯率上面呢 是比較高的 因為 它不太需要一個 非常非常 確定的研磨度 它就還是可以充足 像傳統濾杯 隨著濾杯結構的不同 或者說 容易塞住的不同 我們可能要調整到 比較剛好的 研磨度會比較好喝 但是這個濾杯呢 相對來說 它沒有大孔洞 它也沒有塞住問題 所以呢 即使是比較粗的 或比較細的 你都可以使用 或者說 比較入門的磨豆機 細分比較多的磨豆機 你使用起來的 難喝度 或者說 瑕疵率都會降低 那當然 我們還是要一點點 正確的觀點 譬如說 你今天的研磨度 你用了 某個研磨度 如果你覺得稍微淡了 一來你可以調整 研磨度 調細一點點 或者是 你的給水呢 稍微水小一點點 其實呢 就可以做到 比較好喝的狀況 這個觀點還是要有的 但是只是說 這個濾杯 相對來說 真的比較不挑模 好 以上幾個特色呢 大家應該都聽明白了嘛 總之啦 我們如果要說結論的話 就是小三濾杯真的是一個簡單 然後呢 風味好喝 然後呢 比較不容易有瑕疵率的 入門濾杯 對新手來說真的是非常的友善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做沖煮 那等一下學長 示範沖煮手法呢 就是一個最最最基本的沖煮手法 因為 我們都標榜說它很簡單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來 來做 所以待會就是 直接用甜甜圈的沖煮 但是呢 我們也不悶蒸 也不斷水 當然如果你要悶蒸斷水 當然都可以 悶蒸時間長 或待會是越長 濃度會越濃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調整 但是呢 我們大家的示範就是一個 最基礎的方法 我們先來 磨豆子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磨豆機呢 是 潤的磨豆機 好 研磨度呢 是我平常的手沖研磨度 稍微再細一點點 因為 不悶蒸嘛 所以不悶蒸的情況之下 研磨度稍微細一點點 喝起來會比較正常 好 比平常細一點點 然後呢 使用的豆子呢 我用 我今天沖大杯的 因為這個濾杯其實可以沖大杯 也可以沖小杯 我就沖 30克 好 待會沖450CC 但20克它也是沒有問題的 20克30克的 這個濾杯都可以沖 最多應該可以沖到 35克到40克 是沒有問題 可以沖到 四人份 好 OK 那我們磨好了以後 我們準備 開始了 30克的粉 然後倒進去的時候呢 就是 讓它也一樣要拍一下 讓它均勻的在 四周 放好就好了 也不要讓 要拍一下讓它平 因為你可以 我拍以後你就會發覺說 欸 中間有個小三露出來了 所以原本最深的部分 它現在已經均勻的在四周 變成一個 這一圈是粉是比較多的 最中間的粉是變得薄薄的 跟平常的沖法不太一樣 但是 它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很好沖 很容易沖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當我的沖在這個位置的部分 我剛才是不是跟大家說 這個 像甜甜圈的這個中間位置呢 它的粉成厚度是比較厚的 所以它流速會比較慢 這是我們萃取的主要的流速 如果你今天想要讓它流速變快的話呢 往正中間這個位置沖 它的流速會變得比較快 所以呢 如果你尾巴想要做清爽一點的話 是可以往正中間挑的 但是我們今天不用 我們就一路沖 這個位置 沖到結束就可以了 OK 好 開始啦 剛開始呢 我們也不悶爭 我們就用 穩定的給水 在這個位置 然後慢慢的沖 讓它吃水 不用太快 你就 正常的給 可以看到 我吃水的部分呢 就會有膨脹的感覺 這是淺焙的豆子 如果深焙豆子的膨脹狀況會更顯著 那可以看到 我在沖的過程之中 我只要沖到地方 它的空氣排出 就會很完整 像一個甜甜圈的一個形狀 那你也不用急著往中間沖 因為中間我跟大家講 粉層是比較薄的 所以就持續沖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粉最多的地方 那你就容易把味道沖出來 就不要往那個粉很少的地方沖了 這就是大家很習慣的一個通病 所以這個設計直覺是非常的好的 可以減少一些初學者 或是比較沒有研究的人 他的一些問題 你看我就持續只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我讓我的給水盡量穩定一點 OK好 持續這樣子給 像畫一個甜甜圈一樣 好 然後我大概最後30cc的時候 會往正中間給一下 為什麼呢 就是讓流速稍微快一點點 好最後30cc 稍微往正中間繞一下 好 到450 OK結束 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但是你看我們 整體的流速的很均勻 然後呢整個體驗上面呢 真的沒有什麼複雜的地方 但是膨脹的狀況 或是試水狀況都還蠻穩定的 好那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沖的比較多的 劑量的情況之下 下面底座會一點點燙熟 會一點點燙熟 所以拿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畢竟蒸氣一直往上 那這塊是鐵的 那如果你比較怕燙的話 可以拿這邊 這邊這一塊呢 是一個塑膠的保護套 可以拿起來以後再拿這個 比較不會被燙的 OK好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這是我們其實沖這麼大壺 才不到兩分鐘 所以時間來說是 流速非常的快 嗯 今天沖淺焙的肯癢 風味上面呢乾淨 而且不會有塞住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流速非常的流暢 然後風味也蠻出來的齁 覺得還不錯 那你豆子買的越好 其實這種簡單的沖法 就可以把豆子的表現 風味的表現得更圓潤 更出色一點點 OK 蠻好喝的 而且清爽度啊 甜度酸質都有正常的表現 當然如果我真的要說的話呢 跟學長平常費勁心思的 V60的一些沖法比較起來 它的層次感 確實不可能像 專業的V60玩家 沖的那麼有層次感 它的風味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不會太複雜 但是呢 對於初學者來說 其實已經很好喝了 那當然 學長都建議大家 其實就像買鍋子一樣 買廚具一樣 有些鍋子呢 就適合做簡單料理 有些鍋子呢 還要適合做比較高級料理 或是複雜料理 所以弄懂你的工具的定位 然後並且呢 把它用好呢 其實就可以做出 某一種很好的風味 像小讚綠杯就是一個 適合初學者 適合簡單 然後不想學太多風味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很喜歡 很有層次 很有特色 然後呢 跟別人與眾不同的風味的話 你還是可以考慮一些 比較複雜的手濾杯 譬如說 V60 或是一些花瓣濾杯 他們的層次感 就會比較豐富一點 但是 反正青菜蘿蔔更有所需 那各位可以挑選 你覺得好用的濾杯 OK 那我們小讚濾杯呢 今天就講解到這邊為止 如果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